那您未来怎么生活呢 孩子还那么小 我出去打工也能 孩子不是才六岁吗 六岁送幼儿院我打工也行 所以如果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老公我的体会还是努力了 但是可能能力不够是吧 因为在干体力活嘛 随着年龄的增大之后 你的体力越来越糟糕嘛 挣的就少嘛 也不是不努力 房子也有了对吧 两个娃也在养着 但是你会觉得她不够努力对吧 不努力 她本身就不努力 不是说说我不会逐渐不努力 第二个原因就是觉得 最关键的是这个老公不够疼人 对吧 一点点都谈不上了 所以您是铁了心要离婚 是这意思吧 对 媳妇这么决绝你咋想啊 哪能让她离婚 要是不能让她离 账都不缺 工资不缺给你了嘛 你给我又不够花呀 你这么大一家都你咋办呢 我又不是放外边来 就是没给你 我将我最大努力 进你最大努力 就不是个过这个字了呀 您是觉得她没有进最大的努力 没有进 是吧 就没有进最大的努力 所以您这次是想激励一下她 让她再努力去挣钱 还是怎么着 我就是说她再努力 必须地努力 我儿子那么大了 二十岁了 二十岁的孩子应该自己努力了 她不读书嘛 她应该好好工作了嘛 她应该自己养活自己 她是成年人了嘛 你给她娶个媳妇是不是你的责任 不是 她娶媳妇是她自己的事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没有责任的 娶媳妇是自己的事啊 你养她养了这么大了 家庭不好呀 您怪家庭不好啊 肯定家庭不好 我就怪她 我现在就怪她 儿子没读穿书 我就怪她 反正就是所有的命运的不幸 都怪这个男人了 是对意思吧 我妈儿子上十一岁 我就出去上班 我就过不来照顾她 就是您认为 现在所有的生活 际遇和不满 大儿子读不成书 大儿子要娶媳妇有压力 小儿子有成长压力 这一切压力 让您压得透不过气来 肯定 我现在就活着生累呢 可是您在跟她过的话 好歹她每个月还教您 两三天三四千块钱 让您开支啊 您不跟她过 您怎么生活呢 我出去打工 我现在也打工了 也挣不了多少呀 对啊 那好歹两个人 还有个互相帮扶和依靠啊 您是觉得离了婚 我不想依靠她了 就是离了婚之后 我去改嫁 对 我觉得哪个男人 也责任先比她强 她呢 就是我督促她 说今天你出去吧 你出去干活吧 今天你做不成了 我就怎样地督促她 那别的男人 就不用别人督促 我就知道自己的事情 自己家里面就做不成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我听明白了 面对生活的压力 她给自己做一个选择 想改变我这个现状 我能改变的方式 就是离开她 是这意思吧 对 行 你听听老师们 怎么说你们好不好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好